彭车少年之奇异岛 第十一章 苹果派 第二天早上 天气非常寒冷 班尼一点都不想起床 太冷了 他嘟囔道 我才不要起床呢 亨利看了看外面的大海 灵机一动 我有个主意 他说 今天外面太冷了 咱们就待在屋里 给小鸟涂颜色吧 好呀 杰西赞同道 我来生炉子 再把马舅的门给关上 屋里很快就会暖和起来的 刚才还说 不想起床的班尼 已经拉开了自己房间的推拉门 穿着毛衣走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只玩具船 这是爷爷给他的盒子里面的东西 我喜欢我的新船 班尼得意地说 咱们让他出海吧 亨利 放到那个水桶里去吧 班尼 亨利说 你玩你的 我们先做准备工作 两个女孩帮着亨利 将桌子搬到了窗子下面的角落里 随后 杰西拿来了鸟类图册 还找来了一些后纸板 我想用我的新画笔 维利也心满意足地说 爷爷知道我需要一只新笔呢 他还知道我需要一套缝合伤口的工具 亨利说 等咱们出去探险或是野餐的时候 就能用上 爷爷送给杰西的是一套勺子 总共有六把 你今天要用你的新勺子吗 杰西 维利问 可能吧 杰西说 关于今天的午饭 我有一个好主意 我想你们会喜欢的 不过得等画完了鸟我才告诉你们 那咱们赶紧干活吧 亨利催促道 我来捡 你们两个女孩子负责上色 把咱们看过的所有鸟都捡出来 杰西说 鸟类图册上面有他们的名称 孩子们忙活了整整一个上午 班尼冷布丁冒出了一句 亨利 我觉得大乔原本应该留在这儿跟爷爷见面的 我也这么觉得 亨利说 这是有点奇怪 维利说 为什么他连一声招呼都没打 就那么走了 等他回来了 咱们得问问他 杰西清了清嗓子 故作郑重地说 那么现在 我要公布午餐的惊喜了 我要做一个苹果派 可是 你从来没做过任何派啊 亨利抬起头来说道 对 杰西说 不过我现在要做了 他从厨柜里拿出了一锅小小的青苹果 这是你从哪儿弄来的 班尼疑惑地问 就在那座黄色小屋旁边 杰西打道 那有两棵苹果树 我来收拾桌子吧 维利说 好 亨利 你能不能从这些板子里选一块出来 打磨光滑 我需要一块面板 杰西将新做出来的面板清洗了一遍 接着拿起一个大大的绿色空瓶 这就是我的擀面杖 他说 我要试着擀一些很棒的面皮而出来 于是 他开始反复擀起了面皮 擀完一遍后 他在面皮上抹了一些黄油 又擀了一遍 不过 当杰西将底层面皮放到平底锅里时 发现它还是不够大 打个补丁吧 班尼说 杰西又取了一小块面皮 放到了平底锅边缘 用手指压平 这可是一个很厚的派哦 他说 里面要放好多苹果馅呢 班尼看着杰西又擀出了顶层面皮 这次必须擀得大一些 杰西 他说 我们有好多苹果呢 杰西又将顶层面皮擀薄了一些 大小刚刚合适 将苹果派放进烤箱之后 他开始在平底锅中加了一些糖和水 熬煮了起来 这是干什么用的 亨利好奇地问 他开始清理桌子上的东西 等着看就是了 杰西说 这是做苹果派最好的调料了 现在苹果派里既没糖也没汁水 快把桌子摆好 把面包和牛奶放上去 等派一做好 咱们就可以马上开饭了 等到面皮被烤成了漂亮的焦黄色之后 杰西将它从烤箱中拿了出来 他用刀将顶层面皮挑起来 小心翼翼地往苹果线上 淋上了热乎乎的蜜汁 然后将面皮重新盖了上去 正当杰西要把苹果派切成四份时 有人敲响了马舅的门 会是谁啊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吓了亨利一跳 他手中的杯子差点掉到了地上 当打开门看到一个高高的男人时 亨利就更加诧异了 抱歉 那个陌生人说 我去了那间小鱼屋 里面没人 您不进来吗 杰西问道 谢谢你 这天气可真冷 那人微微笑了笑 哦 你们正打算吃饭呢 我说完话就走 您不坐坐吗 亨利问道 谢谢你 我叫布朗宁 他一边说 一边坐在了客人专用的椅子上 去年跟我出去探险的一个年轻人失踪了 我原本听说他已经死了 但后来又听说他现在住在奥登岛上 这儿就是奥登岛 对吗 对 亨利说 可是 这座岛上除了丹尼尔船长和他的朋友大乔 也没有其他人呀 丹尼尔船长是谁 布朗宁先生问道 哦 丹尼尔船长是一个老人 亨利回答 而且我肯定他绝对没去探过险 他已经跟了我爷爷很多年了 那他的朋友大乔呢 那人又问 他很好 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班尼骄傲地说 除了杰西 旺旺和丹尼尔船长 当然 还有维利 亨利和我爷爷 你最好的朋友可真不少呀 那人笑着说 能告诉我大乔的眼睛和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吗 他的头发和眼睛全都是棕色的 班尼说 而且他还有一把小提琴 那我想 他应该不是我要找的人 客人说 我从未听说过他会拉小提琴 不过 我还是想跟大乔见一面 你要等等他吗 他肯定很快就会回来的 杰西说 不如你干脆留下来 尝尝我做的第一个苹果派吧 那人看了看大大的苹果派 要是你们觉得够吃 我很乐意 于是 苹果派被切成了五块 维利悄悄地又倒了一杯牛奶 腾出了一个座位 陌生人就这样坐了下来 准备开始吃一顿从天而降的午餐 我一看到这个派 就要流口水了 布朗宁先生说 当然了 当杰西将一块块甜美多汁的苹果派盛出来时 所有人都在眼巴巴地看着他 牛奶和苹果派搭配得很好哦 亨利说 我原来一直不知道派居然也能这么美味 吃完饭 布朗宁先生说道 不过现在 如果可以 我还是想去找找大乔 我们觉得 大乔不会只是一个帮工那么简单 亨利说 大乔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东西 班尼说 他认识所有的花和鸟 还有格里克和印第安人的遗物 印第安人的遗物 布朗宁先生惊叫道 那肯定就是他了 他在离开之前是一家博物馆的馆长 我必须见见他 不过 布朗宁先生 并没有见到大乔 丹尼尔船长回到岛上时 并没有将他带回来 船长说 大乔已经离开一两天了 那他还回来吗 班尼急得几乎要哭喊起来 哦 会的 丹尼尔船长说 他会回来的 别担心 布朗宁先生离开时告诉杰西 他很高兴能来这做客 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小女孩 可以用旧绿色瓶子当擀面杖 做出一个绝妙的苹果派